大家好,我是Lan哥 今天是2024年7月28日 又是美丽新香港楼市速递的时间 今天的标题是 买得大, 虚得大 今天的楼市新闻也有很多大手交易 但大家都知道 大手交易通常都是大虚 例如, 邓成波加族用1.5亿 就沽了这个湾仔的麻雀馆的铺 但算不到它虚多少 因为它当年是一堆东西的卖回来 包括了铺位和上面的住宅 现在只沽了铺位 即是难计算 但大家都猜到是虚的 还有, 有投资者用6亿 就买了荒废的豪质 星月海湾 当年有大陆的财团 是用10亿买回来的 现在6亿买出去 换句话说, 它净虚了4亿 另外, 还有一个红磡的商住大厦 以1.2.3亿就沽了出去 大家都猜到, 又是大虚 除了这些大压成交之外 就和大家谈谈一些中小型的二手成交 让大家不要错过今集的浪 在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还未订阅的 请帮手订阅 请赞同一个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帮手看完这些广告去 多谢大家支持 扶和邓承波家族 继续沽售旗下的物业 邓承波家族 早在2018年 以6.5亿 卖入了湾仔洛克道 韦德大厦一男子的物业 在2022年 以涉样价推出放手 当时叫价是5.4亿元 市场指出 湾仔洛克道 这个韦德大厦 地下部分 涉及了三个铺位 最新成功是1.4亿元 估出 市场消息指 成交的铺位 就是洛克道 韦德大厦 A B C 三个铺 总的建筑面积是4300尺 实用大约2700尺 现在由麻雀馆租用 租金很厉害 一个月是68万 如果用最新的成交价 1.4亿元 租金回报也有5.5% 也挺高 翻查资料 这个铺位 原业主邓承波家族 透过公司持有 邓承波在2018年 以6.5亿元 卖入作为大厦的 下面的铺位 一楼和二楼全层的物业 这批的物业 建筑面积有25,000尺 实用面积有16,000多尺 而当时卖入价格 地铺连一楼和二楼的建筑 建筑价格 近三万元一尺 但这次 只是沽出了地下的铺位 上面的住宅未沽出 很难记得 究竟是亏了多少 近期很多豪宅都大幅劈较 所以有很多投资者都买入豪宅来翻身重售 为于青山公路丁九段的洋房项目 升月海湾 已经荒废了10年 最新的消息 有一家本地发展商背景基金 施资6亿 卖入了全栋13座洋房 并有意取得2.5亿出来作翻身 值得留意 这个项目由内房广东鼎龙集团在6年前 在10亿元就向关恩娜的父亲买入 现在这样计算 这班大陆佬输了4亿 物业就贬值了4成 市场消息指 这个项目曾经两年前 以6.5亿叫价放售 最新的投资者买入了 大陆佬的一间公司的银 成交价就减了5000万 所以6亿就成交了 计算到2.5亿的翻身成本 估计每一尺的楼面尺价 就要24500多元 你叫就叫价房了 但是如果你的项目去到24000多元 买丁九道 实际是新界居 这个丁九段 我觉得也是偏贵的 如果是这样发展出来的项目 新买加价6亿 再加2.5亿翻身 其实它的风险也挺大 好了,我们看看这个物业 原本就是一个内房集团 以10亿买入 丁九了6年 现在竞涉4亿 就卖出来 期间就 虚了40% 好了,说到一宗大压成交 就是在红磡新楼 加传动商 住大厦 Incredible West Dance 昨天17号 以1.23亿 传动沽出 中建筑的面积 23000多尺 算到平均尺价 只有5000多元 这个物业 这个物业 在2023年 即是去年的年初 就曾经想用 4亿 去到4亿 就卖出来 现在这个卖价 跟去年的 叫价 相差了 2.97亿 或者是七成 这个项目 在2020年 落成 现在是一栋 25层高的 商住大厦 总建筑面积 23000多尺 整栋大厦 提供了 5个商铺 和61个住宅 当中地下 去到2楼 为商铺 5楼 去到28楼 为住宅 除了两个 设于5楼 和28楼的特色单位之外 其余都是开放式单位 现在的出租率 超过九成 现在连租月出售 高层单位 就可以看到 游凌码头海景 和城市景 好了,新本消息 由这个玩具带王的蔡智明旗下 旭日国际的发展 屯门黄金海湾以南 在本周六 20号 进行首轮的销售 市客单位 是180伙 折试的平均尺价 是10209元 入场费最便宜 184万 市场消息指出 这个项目 暂时收到 5800票 以星期六推出的 188伙 超级了29倍 将于 今晚8点 折票 我相信 他都会收多少少票 可能6000多票 但如果对一个 这么小的项目来说 其实都很夸张 6000多票 188伙 他不是 新世界价 一人13票 他好像是6票 还是8票 一个人最多 正常 每个都是这样 一开八 我相信 他便宜的单位 应该会 卖得到 尤其是 小的 200万以下 我觉得他清了 和一些 一房 或者小部分 两房 他都可以去得到 大家看看 上篮 都可以去得到 不可以太看少 这个项目 我估计 这些除了 贵的单位 和三房 难去之外 其余的 应该都 挺容易去 我估计 他买多少 我估计 六成以上 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感觉 好像7月 楼盘 好像定了 新盘 卖得到 那个价钱 又不是很急速地回落 其实这个是 正常现象 我们经常 今晚五穷六绝 七翻新 对吧 以前是形容股票的 其实楼也是差不多 是不是翻新之后升呢 但未必 我也是觉得 它是定了 之后 可能过来 暑假又跌了 因为通常年尾 一定是跌的 香港的楼市 所以我都是看 全年来说 都会是一个 跌市年 我也是维持着在这个10%左右 就是全年的跌幅 好了 又来再蚀康城 二手市场 疲弱市场继续蚀 成交为主 将军澳日出康城 LP息 有一个一房户 以380万 就沽出 上手业主 持货六年 就输了86万 离场 这个屋苑 今年至少录得有51宗的二手 成交 全部都是蚀让离场 今次的成交单位 日出康城 LP6 5座低层M 上面值305尺 在一个一房间价 单位 最近 以380万 就沽出 尺价只是12,459 据了解 这个业主 在2018年10月 以466.8万 买入 这个单位 现在 持货六年 转手 就蚀了 86.88 单位 贬值了 19% 连同上述的成交界 今天参考 LP6 从1月到现在 至少有51宗 这个账面 是需要蚀让的 贬值的幅度 就由4% 到32% 当中最惨烈的一宗二手成交 就是二座低层A室 上面值 是867尺 在2018年 是1322万 就卖入 今年3月 就以900万 沽出 今天 账面 就蚀了422万 或者是 蚀了32% 很棒的 好了 看看这个豪宅成交 讲明豪宅 一定是 输的 输得很厉害 这个豪宅 是在 香港压力州 南湾 是由一个 专科医生持有的 刚刚 以3450万 就沽出 他持货10年 都惨输 800万 我们看看这个地址 单位地址 是 亚美洲南湾 三座 中层 币室 上面值是1560尺 是一个两房间 1500尺才是两房 真是很大 你想想 订阅 有这个海径 最近 以3450万 就沽出 尺价 只剩下 22000 原业主 是一名 专科医生 他在2012年 都 12年前 是吧 施资 4288万 卖了这个单位 今天持货12年 转手 卖了838万 贬值了19.5% 如果计算离印 经纪佣金 亏损 也过了1000万 所以为什么今集的 我叫他买得大 舍得大 大家看到前面的三个 有铺位 有整栋 都输得重要 这个医生也是 拿着个豪宅 也输了1000万 这个星期 最触目的两个新盘 一定是星期六卖的 意南 和星期日 买这个 派卫芯 两个盘 我想都买得 挺好 因为他们推过 火属不多 意南 我估买六成以上 这个派卫芯 我就不估买多少成 我估买多少火 派卫芯 大约可以买到90火 为什么 这样算 因为上次 卖了180火 第二轮应该买一本 一半就是90火 所以我估派卫芯 今次卖了90火 看看星期六日 我们就盯着这两个盘 那个成交 和那个 卖的情况 是怎样 好了 今集时间足够了 今天多谢大家收听 和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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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